總統蔡英文他喊出二零三零年 希望能夠推動雙語政策的目標 而副總統賴清德 他在擔任台南市長的時候 就也喊出了希望台南市 能夠將英語列為第二個官方語言 不過我們單看 為什麼在推動這個雙語政策上面 困難重重呢 光是看到台南 他們總共是分成ABC三類的等級 如果說雙語課程達到三分之一的話 目前總共是有三十六間學校 達到六分之一一百五十間是比較多的 但是如果達到九分之一 則是有八十八間 而在全市具有雙語的資格 總共是有八百二十一人 至於學分班證書則有三百六十九人 但是現在面臨到的就是雙語人才是非常搶手的 因為其實每年英語老師的報名人數 就已經不多了 再加上他們需要達標的門檻 也比較高一些 我們看到在國小校徵英語老師的部分 在去年總共是要徵兩百二十人 但是最終九七十人錄取而已 而今年的人數也是不多 總共是要徵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一人 但是最終只有一百六十人報名 而且只有八十九人是有通過出事的 所以可以看到人根本就是招不滿 現在臺南教育局局長就有講到了 或許可以推動像是雙語公費 以及學士後師資班 來解決人才不足問題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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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